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误解是什么 说我很自律 太远了 今天我就泡我的咖啡给你喝 干了它 我没有到这种流量程度吧 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太多 你怎么样确保自己 我谈恋爱不谈恋爱 你们都不知道 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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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比赛是挨打的吗 我可以啊 我真的可以 是 杨茜 你怎么样 开始觉得这个电影 我刚刚认不了 马上就要进入你们的路眼了 对 我们最近就是在准备宣传 你是只看了你自己配音的那一部分 我就配音的部分看 后期还没做 对 所以现在正在努力的 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后期的这个CG动画 来吧 我有带我的豆子 我找了一个叫我咖啡的老师 他就教我 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我自己喜欢咖啡 对 然后喝了以后就分给朋友这样 今天我就泡我的咖啡给你们的 我看看 茉莉 金桔 椒糖 柠檬 茶 五种 对 来 我们先 我的领域 我去想一下 这个我会用 这是什么 可以直接抹了吗 对 直接抹了 太好了 好酷 我们来先看 就来喝个 要多少 今天泡一杯我们就16克 让我打开 它这是三是不是 对 三 可以啊 很好 只是有点细而已 没关系了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平常我就是爱喝咖啡了 你看我们拍戏就是每天他告诉你说 几点开工 然后几点收工 你只有一个时间早上或是休息的时候 你可以决定你自己要做什么 那我就可以说我决定去运动 做了一件事情 我决定泡一个咖啡 所以就觉得特别好 水要多少多 91吧 来来来 我来帮您这个 这个我可以做 好 来来 暖一下 暖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专业 就是反正你喜欢喝就行了 你要不要跑 你可以先加水 好 现在是10算16嘛 加到32就可以了 预备 够 加中间慢慢加 停 停 停 32了 OK 等一下让它 我都已经40多了 你来吧 我都已经一下都40多了 没事 没事 他们看不见 我们就说我们30 30 30 让它把那叫气泡弄出来一点 它的味道会好一点 然后20秒以后 你就可以甚至住水 要不要再住 来 你来吧 我的手 我手的确没有把握 然后在水住就尽量 不要让它超过7分 这个水大概7分 所以每天这个程序是很治愈的 对啊 它可以闻啊 因为你中间加一段的时候 你加到120克的水的时候 你会闻一下 那就觉得 味道可以 现在再闻 它就没有之前那么善意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要了 剩下的都不要了 所以这个颜色 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不是很黑的那种 焦糖 金菊 来来来 干了它 我们慢慢喝 这还要干的 送你吧这个 谢谢 这还不错 这咖啡豆我收藏一下 这一面 这一面 我坐这 我坐这 好 我坐这 这也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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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不着 我早上起来一定就先冲一杯 其实就是一个兴趣 吸收一些这个圈子以外的东西 因为可能我去哪里就骑车嘛 就会到没去过的咖啡馆 跟我朋友就去里面找那些咖啡喝咖啡 就这样喝出兴趣了 就很像有的人喝茶 对 其实跟茶的反应 其实是一样的 对 其实泡一杯不长了 十分钟 五分钟就搞定了 但就这种感觉 这是很宁静的那十分钟 对对对 然后之后片场又是最喧闹 最紧张 那个反差非常之大 对 但很过瘾了 还是很满喜欢拍这些 满有挑战 满辛苦的东西 上次您不是也访问领导吗 领导他自己本身就是这种 他要一群团队 要肯练的 然后那时候我们拍破风 就那个时候觉得脚踏车很容易 他跟我讲说拍一个 脚踏车爱情片 就拿爱情片是一个主题 就搞到半天就是竞技骑车 后来骑到去环艺赛 跟世界冠军Recoaster 我们一起骑 像我们之前拍《激震》 然后那个MMA 跟我对打的也是 拍完这电影 他隔年就拿了UFC1冠军 然后我说我什么东西 运气那么好 跟一个冠军打拍戏 所以我都不会预知到 拍这个戏会有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东西 你就会努力去学 学 学 导演可能看到觉得 你打得不错 那我真的找一个 真的拳手来跟你拍 到景气救援 他也想要真的拍一个实际的 你说有难度 其实拍之前 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 多难度 每次我都想说 过瘾可以去 走吧 拼吧 然后拍的时候才发现 怎么这么难呢 太恐怖了 可是之前上了您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就说 我什么都要做 我要拼 我可以 我来 然后拍完这个戏的时候 觉得 是有点危险 还是要小心 但我会觉得 辛苦是要的 但是你一定要有 自己的生活 哪怕你一天工作非常辛苦 像我12小时 我觉得工作人员也很辛苦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很快乐 当你很快乐地做的时候 这辛苦就完全不存在 你就觉得 我要在水里面浅 浅一个月 没关系 不冷 一天不冷 六度的水都不冷 我感觉自己像 蛮有待夫 我每天开工的时候 在水底的时候 很冷嘛 那时候在墨西哥 那水很冷 把自己的心态调整 就觉得 这辛苦其实不存在 你就觉得 很过瘾 我觉得这取决于你明白 你将呈现出一个 有质感的好的作品 这一点期待和把握 让你觉得此时此刻 我所有的一切付出 是值得的 对 你必须人要有这个内心的信念 就你相信你做的东西是值的 成品怎么样 很多时候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 如果能够每天跟一群 都跟你一样的人 在这个现场这样 像打了鸡血一样 打了鸡血 然后大家一起创作一个作品出来 当下已经很过瘾了 出来东西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得到 这个时间八个月就值了 因为我们拍戏 一拍一年就过了 一年可能拍几部戏就过了 我时间就这样没了 可当我再往回看 我过去拍了 像上次上宁的节目的时候 是黄沛红 我再回去看 那时候我的访谈 我的样子跟现在 我说都是因为我 这几年拍了不一样的戏 我有不同体验 我才能再上宁节目 然后再聊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让我内心更丰富 让我可以成长 那个时候比较什么都想做 什么都想拍 想被看见 被肯定 那个时候常常人会觉得 我到底这么做 这么努力去做是对的吗 人家会说 你不合适 你做这个不行 很多人会说这些话 所以我就说 内心这个信念非常强大 因为没有人可以决定 你做什么 但是你自己要很清楚说 就算是我做了 错了 我选择我不后悔 我觉得我运气蛮好的 一路上碰到很多很好的前辈 常常跟我讲说要小心 想说拍戏 这个打戏动作戏 自己要过什么的 我说好好会 确实拍这个戏 我也感受到生命的重要 因为我们拍这个戏里面 就在拯救人 那还原现场的 很多真实事件的去拍摄 当你走进了机舱 你看到的时候 你莫名的都害怕恐惧 之前上林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就说 我什么都要做 我要拼我可以 我来 然后拍完这个戏的时候 觉得 是有点危险 还是要小心 会不会大家都有一种 我可以吗 我像吗 我演得好吗 大家就说 你怎么都拍动作戏 那我心里想 我出道的时候 都是拍偶像剧 他们拍这些东西 已经拍得非常好 我不觉得我拍 会比他们更好看 这一行太多人了 没有人是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你就要 一直相信自己运气好 我妈常常说 你去工作 你去工作 不要带在家里 我带在家里就是这样 有一次采访你说过 就是你演一个角色 进入一种生活 那其实他的过程 是很辛苦 但也很幸福的 那个过程 就自然会给你一种信念感 带给你表演上的一种 很大的帮助 这个信念感就是说 说服我自己 我做演员 会不会大家都有一种 我可以吗 我像吗 我演得好吗 所以我常常会有这种 不安感 先去体验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他们是这样的生活 而且我觉得拍完以后 他们看 总会觉得 就比较靠谱一点 如果我们都没有去体验 就穿的那个样子 然后就很帅 这样走就救人 我觉得没有那种 内心的那种冲动 所以就是那个体验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你说那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说每个演员 都会经有那种 不确定那个阶段 你觉得跟你合作过 所有那些你的前辈 他们有 目前还有这样状态吗 偶尔 就你自己观察到的 我观察他们 我觉得你没办法想 他们有比谁都认真 就是说已经是 出现就是气场强大 影帝级的 演什么像什么 就是说基本的这个形象 但是其实他们私底下 也是花很多时间在做功课的 也许你没看见 但是他们会很努力地背台词 一直背 一直背 然后跟不停地丑戏 不停地丑戏 抓到时间丑戏 有一次我问那个清云哥 你有跟他拍戏 我说您都这么会演 我说你还会 有什么决策你觉得 胜任不了 对啊 他说谁说的 每一次拍戏我都会害怕 我都会怕我眼不好 我就说真的吗 我说怎么可能 所以每一个人 其实都在追求 某种程度的一个成长 或者说他的丰富 因为他一直在挑战他自己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 某种程度应该都是一样 如果今天他们能够到这个位置 或是说能够一直拍戏演下去 就是一定是他们有学习 跟对于自己要 还要再进步 什么是最好 在追求那个完美 但是没有所谓的完美 而且如果你已经扛了一个 大家公认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演员 或者是一个伟大的导演 当他有这个title 给你标签的时候 因为你还是会听到这个 然后你就会影响到自己 你不能很纯粹去做 真正自己喜欢 这是我今天特别想 跟你聊的一个话题 很有意思标签 每个人在起步阶段 你先需要有个标签 因为这个标签是一个认知度 有了认知度 你才会获得某种机会 到有一天 你一定会想试图摆脱掉 这些标签 你觉得呢 大家就说 你怎么都拍动作戏 那我心里想 我出道的时候都是拍偶像剧 只是我说 我到了某种年纪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不要只拍这些类型 我想要来内地拍古装戏 拍电影 一场戏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磨 然后就 男生拍动作 试试看没拍过 然后一拍拍拍下来 就一年可能一两年 就拍一些动作戏 或是文系里面有动作 大家就会想到 所以人家可能就标签 你是一个动作演员 也行 身体 动作 肢体 都是表演的一部分 其实终究 大家都是一个表演者而已 对不对 但你偶尔会不会 羡慕那样的演员 他不需要 在片场 经受那么多的威胁 他也不需要经历 地狱般的六个月 或者八个月的 重塑自己身体的过程 他只需要 静静地演一部 文艺片 他也能够达到 我最后在片中 呈现的那个效果 你偶尔会不会 有羡慕那样的 同行的时候 我有想过这个 是因为我 一直都觉得 他们拍这些东西 已经拍得非常好 我不觉得我拍 会比他们更好看 或者说我演得 比他们更好 但是我觉得 我拍一些 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个信念就要告诉我 说你应该就去拍一个 体操的这个剧本 我看了剧本 挺有感觉的 去拍一个手语的 去练练手语 听上朋友可以去看 我就觉得 好啊 干嘛不行 多元一点的这个 类型给观众朋友看 我通常都是 选自己喜欢的 就自己看 觉得自己最有感觉的 然后 我又回到一点 就是觉得有点 害怕的 好像有点难 那就可以逼自己一下 那如果都做得到 都很简单 我怕我自己就这么简单 把本来就会的东西 就演出来了 但是我不会的东西 我就要想办法 不要老用一加一点要 我可不可以 直接来一个 不一样的东西 来看看自己 有什么可能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 已经很普通了 很简单了 演戏如果能够过瘾的话 这个是一定得去冒险 吃饭了 这种录影实在是太酷了 来 你随意吧 这里录节目简直跟放假一样 太高兴了 来 你就当放假吧 这是什么 菠菜 应该是麻将菠菜 这个是木耳 那个是芦笋 谢谢 你是都是健康饮食是吧 没有 我之前拍有一部戏 要减重了 所以我就吃素 吃了七八个月 瘦了很多 就后来一吃奶制品的东西 就全身过 人的身体会因为饮食而改变 但你吃习惯可能又好了 明白 那你现在是不是又好了 我现在当又好了 就是有奶制品吗 我现在没问题 我什么都吃 所以平常你没有在拍戏的时候 你是可以稍微让自己吃方面 是可以 没有太节制的是吧 我太不节制了 我吃当中也很恐怖的 我只有在拍戏的时候 才是状态最好的 我不拍戏的时候 简直就是吃水 什么都吃水就变成是 胖瘦胖瘦这样 所以你在这次出来之前 你是胖的吗 算是比较放松一下 要抱吃 然后你要拍戏的时候 再专心这样 我觉得这样的我就 比较可以有一个生活 因为我没办法 像大家说 你一直坚持吃 不可能 但你要知道 一直保持一个状态 当然比较辛苦 但相对简单一点 如果你要允许自己 稍微先不要那么节制 然后再要特别克制的话 那很难 这几年前可以 现在我发现是 那个时间越来越不行 代谢变得非常的慢 不像以前可以这么随便 以前我不爱吃甜的 拍完不知道怎么 哪一部戏 戒糖戒淀粉 之后就开始超爱吃甜的 我听说那次你杀青之后 就去吃了三个 什么巧克力蛋糕 对啊 我每次都是这样 所以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各位观众不要向我学习 等于19年是你唯一的一年 就这一年没有片子上映 过完那几年 你每年都有 只有一部 对 拍完江岛的斜别压症之后 就很长大概快一年没拍戏 正好那个戏非常累 拍完就休息一下这样 我之前从来都没停过 就是一直拍戏 因为你有很多的元素 是你没办法控制 然后你不知道 你还有没有细拍啊 那时候你还会有那样的感觉 那因为我曾经没有细拍嘛 因为我也不是有签什么 特别大的公司 我比较喜欢自由 我不想要 就是说例如签一个公司 你有很多的 必须要做的 他可能要让你上节目 可能要让你一年拍几个 吸他们投资 那你也许你自己不喜欢 但是你也得拍 就变成是一个工作 但我一直觉得演戏对我来讲 曾经是个工作 当我没细拍 后来我想清楚 说他不是工作 他就是我的快乐全员 当然也有前面跟我讲的 如果你不拍的话 别人就拍了 对不对 你就丧失了一个机会 我现在还有力气 还有能力 应该再努力一点 多拍一些东西 当真的这个东西 演戏或什么 你厌倦了 我就去做些别的 可能还发现 我也可以做别行啊 这一行太多人了 你没有人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非要找你 为什么非要找我 这个事情我最近考虑过 某一种类型的演员 在某一个时期 会有一个人 占有绝大多数 这一类型的资源 目前是你 真的吗 是 那这个是不是是 是我作为一个观众 我长期看各种电影之后 你会明白 当然这个就是 它也有很残酷的一面 对 就可能如果我们俩 是差不多的类型 那此时此刻 因为你机会比较多的话 那我可能势必机会 就会少一点 你只要说你运气特别好 但你也运气不好过 我觉得你就要一直 相信自己运气好 难道你是从一开始出道 就相信自己运气好的吗 我就一直觉得说 可以啊 我可以做 为什么不可以 我就常常会觉得说 为什么不 那你那一年没有戏拍摄 你也会要相信自己 我运气是好的吗 那个时候的我 我还是觉得说 嗯 我不会输 我可以 这一段时间是 让我真正去思考 我到底要什么 那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 我就是happy 就是我要表演 所以我就觉得 当我在表演的时候 我做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我特别开心 但是我做我自己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就这样 就觉得好像 我妈常常说 你去工作 你去工作 不要带在家里 我带在家里就是这样 可能玩游戏 看漫画 或者看书 看电影 因为我出去也不太方便 我们说 体积泰来这个词 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坏到最坏 低到最低谷 就是要往上走 开始好的那个时刻开始了 可能就需要这样 你才会有 孤注一致的感觉 孤注一致 all in 我相信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但你看像你刚才说 电影最后的 呈现的结果 其实演员不是能够完全把控的 对 对吧 比如当年拍六号出口 对对 不要生气啦 我知道我最近比较忙 那这样好了 我带你下班 看你想要喝咖啡 还是看电影 你全样 那过程也很有意思 你也很all in 对对对 但最后当时那个结果 对一个年轻的演员来说 是会让你觉得 也不错 还是会有一些些失落 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 我是比较乐观的 我就觉得 有一个第一个 自己的演的电影 然后我 之前我拍电视剧 大家其实不在交流 大家就是我来 赶快拍吧 我把那个台式演完 即使要拍完 对我后面还有20场要消化 导演说 可以了可以了 换换换 大家都是这样 你会以为 就是这样子演戏 直到我碰到一些 非常好的导演 老师 我觉得他们好努力 他们就是喜欢 所以对电影的渴望 从六号出口开始 还是从更早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 没戏拍之后 因为你只有那个时间 你才能够去想 因为我可以说 那我回去念书吧 我可以去做别的 然后我可以去做什么 我相信我做什么 我喜欢 我觉得我都可以做 我一直都吃这种 自我催眠很强大的 我觉得人的意识 是一切 结果打印就找到 真的全是真的名牌 所有人在里面 就要泡在冰水里面 一吊吊了三四十分钟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 天啊 我需要这么拼吗 这种高度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 还是有点危险 就是因为出了唱片发现 嗯 挑战一下 我觉得我做演员 可能还是比较有机会 你可以的 好 下一部挑战歌舞片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我常常也有觉得自己 发挥非常不好 希望能够重拍 但没办法 他说他觉得我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说不出来的 电影就是一种催眠 我就是要让观众相信 我不是一个 演我将军的演员 你会因为演不好 被大家骂 然后你就那个的话 那你也太容易被打倒 我要演一个体操选手 我能不能做到 你来电影院看 你就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